病患一到醫院 隨即被送進急診室 醫護人員緊急急救 但還是救不回屏東這名少女 確診第五天 卻在家中陷入昏迷 最後還是回天法術 救車送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了 可是急救快一個小時 到完全都沒有反應 就讀國中的屏東十五歲少女 六號確診居家隔離 九號八點跟家人說想睡覺 沒想到隔天早上七點多 弟弟叫不醒姐姐 急忙打一一九求救 到院前少女失去呼吸心跳 搶救近一個小時 還是宣告不知 視訊問診時 少女跟醫師說 有喉嚨痛 咳嗽 頭昏 發燒等症狀 沒想到病情 卻突然惡化 少女不幸身亡 是不是跟本身疾病有關係 關聯 還有待釐清 近日新聞 莊明達和官員 謝嘉雷 採訪報導